不理他 他跟他的操板所认为说 这招是有效的 你看这一时间一晃眼 半年过去了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等了 知道人家要交出联署书 而且相信在今天交出联署书之前 上个月他们也已经耳闻到说 可能会过关了 所以才会在最近的半个月 排了两次的专访 两次都强碰 都是礼拜五的这个周末 无业场 结果呢 两次都输 我手上有这个收视率 三分之一的收视率而已 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大佬更惊讶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这个 这是马总统的专访 0.4 而宋先生的专访呢 1.18 将近是三倍 这个收视率 那收视率当然 我们不能说 这些会去看宋楚瑜专访的观众 三倍于马英九的观众 所以他最后的得票数会是这样 不见得 当然也不可能 不过呢 可以知道说 关注度来讲的话 马英九为什么一个现任的总统 一个这么受欢迎的人气王要输给宋楚瑜 大家想看宋楚瑜骂马英九吗 大家想看宋楚瑜 让马英九输吗 这一点 马振宇非常的焦急 但是我刚才有解释 焦急也没办法 只能够继续装作 不着急 无所谓的样子 好 我们看到了马英九 当然现在非常的不安 他所以要频频地说说话 但创下 如果是马英九 他肯定也就不服气 我这四年来 我等于说这么辛勤的工作 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我早出晚归 然后这么努力地打拼 而且我帮台湾 打出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市场 这么好一个经济成长率 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我呢 我现在在我手上 两岸不是已经和平了吗 两岸不打仗了 为什么大家还不接受我呢 其实马英九到处在讲 他从三年前开始一直讲说 数据多好 经济成长率多少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两岸多么和平 但是呢在县市场选举的时候 他突然就自己在国 从总统府里面开国安会议讲说 我们还是要注意 很多人都说是无管复苏 我们叫他们有感 然后今天到了今年呢 尤其十月的时候 马英九更是不能理解啊 有感啊 怎么会没感呢 十月十七号 一双货轮进来 一千辆的豪华轿车 进到台中港 一千辆耶 里面有BMW的 有Benz的 有双门的轿车 一千辆 一下价值三十亿的 豪华轿车过来 而且台中港务局说 到今年初 到这个时间为止 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七辆 豪华轿车都进到台中港 有六价值六百多亿耶 台湾人买得起啊 然后Mobo也讲了啊 Mobo到今年为止呢 到现在为止 已经三千辆的Mobo 在台湾卖掉了 Mobo耶 卖掉了耶 去年才两千六百多 列入 台湾首都列入 Mobo全世界 六大基地之一 台湾有钱得很啊 房子也一样啊 到了今年第二季 公布出来了 台北市的每坪房价 平均成交量 再爆天量 创历史新高 大家都买得起房子 而且什么样的房子呢 平均一坪 一百一十二万 谁买不起啊 台湾多有钱啊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问题就是说 蛮久都看到这个数字啊 很多啊 台湾人很好啊 台湾人住豪宅 开名车 我到大家过好日子 怎么不好呢 可是你去看看 一百一十二万一瓶 你买得起吗 你买得起吗 Mobo你开吗 你开吗 现格当然会开啦 对不对 多少的人是没有 更多的是比如说 很多人买 这个跟我无关 车 有钱人拼命来啊 所以有软车 每一台都涨了一两千块 学校出不起 所以很多人赚了钱 很多人有感 可是有很多人无感 好 那这个 瑞德 现在当然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 房价 你说我们看到了 名院 十大名院之首 就是房价 真的从表面数字看来 经济成长率百分之十 哇 你看 这么好车 进到台湾来 我们看到这么的房子 这叫做欣欣向荣 可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 却有一些人觉得 我的被剥夺感 我的被剥削的感觉 却越来越强烈 以我们最近这几天 发生了一件事情为例 阳明山上面的美军宿舍 大家都知道 美军已经这个宿舍 是盖在这个五十几年前 如果你经过仰德大道 在山崽后附近 进去看 那是一个非常舒服 非常优雅的一个住宿环境 那当然它的主要的 这个所有人呢 这些房地产的所有人呢 是台湾银行 可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呢 最近因为台湾银行 要设定地上权的方式 它把它改成什么 它把它改成餐厅 民宿 豪宅 当然它后来被抗议了以后 否认说是豪宅 连知名的主持人 于美人都跳出来 在立法院的公厅会里面 攻击 就是跟这些学者 全部跳出来反对 这于美人的一句名言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一个建设可以让城市变大 但是只有文化 可以让城市伟大 台北市还缺豪宅区吗 我觉得它讲得非常好 因为豪宅区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有钱人 然后呢 他们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住在高高在上的城堡 我们老百姓是永远不得 过其门而入嘛 所以单单这件事情 就造成很多人的 心里面的不舒服 认为说 为什么要把这样好的一个 住宿的环境给 好像有钱人盖豪宅 为什么不让它变成 我们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文化景观嘛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数据啊 行政院每十年 他会调查一次 台湾的这个空污率啊 结果呢 在去年所调查的空污率啊 没有经过 没有经过公布的 然后学者呢 今天呢把它公布了 有一个 这十年来 我们的空污率高达19.4% 各位 我们的空污率高达19.4% 然后呢 比较起十年前啊 我们可以发现 空污率最高的 比率最高的还是台中 然后十年前 它是26% 现在还是26.2% 可是各位要知道哦 我最近到台中去几次哦 台中的大楼跟新房子 都在盖哦 它的空污率超过四分之一啊 可是它不断在盖这些房子啊 那它盖这些房子 到底要给谁的 还有 我们空污率里面啊 空污最高的新北市 它在十年前呢 是22.15 然后现在是32.99 等于是快要有33万户啦 这个就让我们跟大师 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 它新北市有33万户的空污 这么高 可是你要知道哦 像我们板桥啊 我那边 那天随便拿到一个传单 最便宜的要3500万 上面好一点像样的 要7600万 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连新庄资源路附近 都出现一坪60万 连卢州 五谷等地 都开始在炒房 而竟然还有33万的空污率 所以有时候 政府的 政府的所谓 苦民所苦的民意支持度 要跟老百姓 能够结合在一起 而不能永远生活在云端以上 我们看现在 学者专家也在批评 这样的一份名单 刚刚已经提过了 这份名单是每10年 主机处就要做一次全台湾各个地方空污率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数字 上一次做的调查是在民国 再一次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做的 当时我们看到了空污率台北是12.3 现在13.8 我们看到当时新北是17.4 你看到现在已经高到了22.1 我们看到桃园市略微下滑 我们再看到了现在包括台南 包括像特别是高雄 空污率都非常高 所以整个看起来 整个台湾空污率是高到19.4 等于说没五间房子 就有一间空着 没有人住 那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主机处 我们刚刚谈到了 每10年就公布一次 照理讲 你应该是不是在2010年 你就应该公布了呢 没有 它一直拖到了现在才公布 所以学者专家就在批评说 你主机处为什么不公布 你主机处为什么不早点 让这个社会知道说 现在台湾每五间房子 就有一间空着没人住 而且这五间就空着 一间没人住的房子 很多就是豪宅 你怎么会让台湾 有这么多的文子屋 空屋 放在那里 没有人住 你又做事 整个房子不断地坐地起炸 不断地往上涨 你让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你让一些普罗的小百姓 我们只能忘乌心态 刚刚谈到你现在新北市 一般你要讲说 你台北市买不起 你去买新北市 那我要请问 如果现在你一个月 只赚五万块 五万块你算很多咯 一个月只赚五万块的人 我要请问 你真的能够在新北市 买一间像样的房子吗 大概很多人都觉得 他买不起 如果一个刚出来 出来工作 十年的年轻人 他都觉得 他这辈子都买不起房子 他有什么希望呢 如果他没有希望 你又怎么能够让他 安心地工作 在台湾 好好的生活呢 所以贤哥 现在很多对政府的批评就是 你只会照顾有钱人 你只会照顾企业家 你对于一般普罗小百姓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这样的批评公平吗 当然目前来看 我们常常讲说 五感的护输 马云九总统 他觉得非常委屈 他说我做得老干 让你们贤得老干 不过马云九的前朝的 他有一个官员叫做杨志良 杨志良应该是一个铁嘴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大骂 他说现在中华民国最烂的部门 政府部门就是财政部 最烂的政府官员 就是李素德先生 那他骂了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来看在最近 从他主政这三年 那么我们的财政的短出 从一千一百二十亿 跳跃式的变成五千五百七十二亿 政府在喊穷 老百姓也在喊穷 但是你如果从国内的贫富悬殊来讲 你就可以发现到 我们从去年整个缴税的 因为国内的税机 我们的中华手头税 其实税机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员工 以及在一般的公教人员 这个部分已经占了百分之七十 我们从最高的五% 那么最高的五%来讲 那么他的一个平均的守得是 三百八十二万 那最低的五% 平均的守得是五点一万 那这个差距是多少 是七十五倍 那这个七十五倍是十年前 十年前的贫富的差距 最高的五%跟最低的五% 差距是三十二倍 也就是说在光是十年的光景 那么这个贫富的差距 从三十二倍票要一倍以上 变成七十五倍 这就是老百姓一般来讲 有这种所谓的被剥夺的感觉 那么这目前来讲 国内的十大集团 他有没有缴税 他有缴税 他占缴税户里面百分之五而已 但是他缴税的百分之五的税 他却掌控享受台湾 百分之八十五的资源 差这么多 对 那你看五%的人 去掌控八十五%的财富 享受八十五%的一个 一个资源的一个使用 难怪台湾其实有钱人 在全世界排名第几名 你知道吗 排名第五名 台湾的有钱人加起来 平均 我们用平均的 在全世界是排名第五 但是穷的也很穷 所以好人吃一天 三用人要吃一天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 最浪费的一个婚礼 可以花了六亿美金 这六亿美金来台湾 这的共产保的这 吃几年了 这就是台湾的贫富差距 好 那算一下 我刚刚提现给讲 那数字真的让我觉得 非常的惊骇 没有想到十大的财团 他们只交5%的税 可是他们居然可以掌握 台湾百分之八十五的一个 资源真的有人算过就说 今天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十 可是你居然怎么样 你在这个税收上面 你在这个所得上面 看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钱 包括你在买卖房子的钱 包括你在等于说 做股票的钱 很多机会贷的钱 根本就没有反应在那个上面 那些人非常实在地 赚钱在口袋 而一般的上班族 一毛钱都跑不了 另外还有一个 让人家看了非常生气的 那就是更凸显台湾那种贫富差距 不公平的一个具体现象 就是太子汽车 我们听听过 你今天有本事豪奢 你有本事办豪华婚礼 可是你却没有那个能力 让你的员工付出薪水 这算什么 这个是在10月11号 就是百年盛世的第二天 突然大家看到了一个错误的新闻 太子汽车的员工上街头了 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被欠了 9个月的薪水 拖到现在已经10个月的薪水 10个月的薪水都没有发下去 400多个员工怎么过生活 10个月 然后太子汽车都不愿意给 那积签呢 已经累积到现在积签了2亿元 都不愿意出来 所以他们要求政府 要求国民党团 要求立法院出面 可是当时呢 老委会说愿意协助他们 但是大家都很奇怪了 怎么会拖这么久呢 然后老委会主委在15号 王中璇出来说 因为他觉得他们双方 都有意愿协商 所以政府能做的就是 请他们继续协调 这是政府对这些 10个月没有薪水的员工的做法 可是在同一个场合说 其实员工在讲 社会也看到 会觉得很奇怪的是说 太子汽车 他的女儿 孙女出嫁了 从6月在军月 五星级饭店 开始办订婚 一直到现在 他嫁的是那个 下肢的少东 四场豪华婚宴 四场的婚礼 而且有一场 就在军月那一场呢 你们说你经营困难吗 不收礼金 所有宾客 不用礼金 多么的出手过错 而为什么会让 那个员工觉得非常难过 非常愤怒的事 那一天 郑昏人士 马亦九总统 介绍人士 江炳坤 海基会董市长 然后这一方面 这么样的这个豪奢 然后你却发不出钱给员工 这样一个对比 所以让他员工一直抗争 而我们老委会就说 你们继续协商 每个人呢 最后协商出 我帮你代偿 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另外一个呢 现在一样的压力又过来了 一直讲说经济多好多好 现在已经有12家 22801人 又进入了无薪价 这时候政府就不敢讲说 这个是洛贝尔奖了 发明无薪价是洛贝尔奖了 好 在我们节目里面 谈过很多次太子汽车 在今天这个结果 让我们觉得也很难去接受 好 这些抗议的人 像我是付出我的劳力 我将我的青春 我的血汗奉献给工厂 今天工厂能够赚钱 工厂能够发展 也是因为这些员工 努力工作打拼 才有的一个成果 好 我看到了太子汽车的许正发 你有本事 办这样的豪奢的婚礼 你有办本事来消耗说 我非常的豪奢 有钱 可是这些为你辛苦 打拼的员工 你连薪水都不给人家 最后怎么样 一个人的户头丢一万 真是太欺负人了 我们绣一下回来